诶?是珍妮佛罗培茲?是珍妮佛罗培茲?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老师推车 今天来到现场这台 2019年首批的CX30 CX30这台车我记得 大家回过头来看上方资讯卡 2019年年底的时候 小师曾经估了一台 当时只有开了两个月的 马自达三钢铁灰 那时候车主就是因为 买了马三以后交车的时候发现 诶?问业务说 这台是什么车? 业务说 这个是最新上市的CX30 客人归乱把火就押起来了 为什么我买CX 我买马自达三的时候 没有告诉我会出这台? 所以他就觉得很生气 开了两个月 所以他把他的马三卖给我 那部片 大家上方资讯卡看一下 缔造了 但现在几万? 60几万的缔约率 那时候我在想 CX30何方神圣? 怎么会一上市马三车主 比如说宁愿赔个一二十万 再去买CX30 终于在一年之后 我买到他了 小市场讲一句话 车会越来越老 你的钱会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当时CX30呢 他出来的规格数据 跟CX3其实蛮相近的 我记得那时候CX3的这个马力 是在156匹 好像是6000转的时候会产生 那CX30的话 因为引擎有经过一点点调教 当时他是165匹的马力 同样也是在 转速6000转的时候发挥出来的 他当时跟这个马三 其实用的是相同的底盘 可是呢 他这个size在CUV上面呢 又觉得稍微有一点霸气 那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他的外观 他的眼睛变得更加的锐利 有没有 然后这边有开眼头 跟F4代的B&W一样 开眼头你知道吗 早一那两个眼睛如果距离太远 有没有 但你们有没有够兔子 兔子在看你的时候是这样 因为他的眼睛在两边嘛 这样是看你还是这样看你 所以近期太远的时候 他开眼头眼睛才会变大 我本来就很喜欢这种锐利的头灯 那时候就有全数域的跟车 那这边多了这个镜头 跟两个雷射探头 在这个风潮式水箱护照里面 这边有两个探头 风潮你知道吗 逆风筹 老梗 那当然他这边还是一样 配备有这个前车雷达 那个时候 不管是新款的马三 或者是CX30 这个线条都做得非常的简约 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新的马三看起来像一颗滑鼠 对啊 五门的马三看起来像一颗滑鼠 看起来像一颗滑鼠 看起来像一颗滑鼠 那时候叫什么 less is more 少就是多 不要就是要 no is yes 不是啊不一样 less is more 简约的设计 所以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这个设计的满有格调 满有sense 我记得这是18吋的旅圈 这是顶级的 当时CX30价位从89万 好像8996 106 109 我们现场这台是109 109辣妹你知道 那个辣妹就是都要晒得很黑啊 然后头发很卷啊 染金色的啊 然后穿泡泡襪啊 短裙啊 然后皮肤很黑啊 干啊现在小朋友到底知道什么啦 215558 羌色旅圈 基本上我们现在来这台只有开500公里而已啦 所以我们就是几乎是等红新车 来跟大家介绍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价钱 你看它B柱做得很粗有沒有 增加安全性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很奇怪 你看它这个魂洞红嘛 这个名称是从马三开始的嘛 你知道后来它小改款之后 还有出一个叫极建灰 我都说GG灰 真的你去查 橘骏灰 有这个灰色的啦 有点像水泥灰 比水泥灰再深一点点 然后你看这个内外色差 你们看到 就少了一个水晶漆吧 对不对 色差还蛮严重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调相近一点 我觉得这色差我看起来是有点 硬硬硬硬 浑身不对劲的感觉 这边屁股有个很特别的设计 它这边有个雷达设计在这边 这么上面 这是保险杆 我跟你讲 这么大一支是保险杆 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那么厚一支 保险杆长到腰有没有 这是软的保险杆 所以这边有雷达 两边都还有雷达 我跟你讲啊 这个车小型的叫CUV 你100万左右的CUV 你要买什么 其实选择性不多 我觉得它的这个 CX30的这个价格啊 跟它的大小啊 它的定位啊 我觉得超明确 为什么 100万Lacos买不起啊 买不到啊 更不要说那些什么X1啊 GLA那种 根本就不可能买得到嘛 加点国产CUV 那个 看你是要打三个洞 打五个洞 在车顶的那个 对不对 你也差不多买到那种货色而已啊 所以你看它定位 是不是定得很好 刚好打你这个 猪杯电 落空的 好 我们来拍内设 我觉得唯一的败笔 就在这里 阿呆 椅子啊干 怎么做白色的椅子啊 对啊怎么是白色的 我都快吐血了 全车系都是白的 顶级的都是白的 我记得啦 我不知道阳春的是不是白的 可能你要查一下 很奇怪嘛 因为你这样站在外面一看啊 全车就只有这边很突兀的一个 白色的椅子 你要坐进来 你才会发现 它的这个白色跟 它的A柱 上面这都一样是白的 我一直很强调这个 马自达 我很喜欢马自达的这个 座舱有设计 它这个中控台 不只是钢琴烤漆 其实它内部 还有一点点细细的这种纹路在 然后当然我们的是有 Boss音响的 来拍一下门上面 阿当然这个配色喜不喜欢 就见仁见智啦 它这个有一点咖啡色 其实CX3也是有点 类似这种咖啡色的设计 这个整个中控台 真的很简约啦 就是这样细细的一条 出风口都在这里 然后它的显示幕 也做着这样细细的质感 然后它都是用 这个都是软直的 软直塑胶 包括这个门板 也都是软的 只有这也是硬的 三幅式方向盘也长得差不多 那时候有全树域的跟车 然后中间这个 马自达另外一个很北蓝的地方 它这个这样先不开 先不开 你要往后推 嗯 可能先开 你后面如果中间坐了一个人 他膝盖会怎样 直接爆疾 对啊 他膝盖直接在这边 爆疾 这真的蛮北蓝的 啊不过我本来以为 它这里要制造一个空间 让你放东西 可是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有试着放手机 也没有办法放啊 好不好 我觉得是蛮不就熟 那中间的萤幕啊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 我觉得唯一这台车 跟CX3 最大的不同 当个车子比较宽嘛 CX3真的有点拥挤 再来就是后座座位 应该是比较大 我去看一下后座 哦 其实也没有很大呢 啊 啊 不行啦 我只能开在这个洞里啊 啊你想想看 中间坐一个人啊 然后要开这个 还好不会打到我 还好不会打到 好贵哦 虽然是说有比CX3 宽一点 可是前后 我觉得也没有大很多 天蓬觉得 才只有厚一点 可是还是有点廉价 我真的很讨厌这白色皮 用到后来一定很丑很丑 而且白色皮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有点裂痕 它里面会卡黑色的 所以你到时候用久了 如果稍微有点裂痕 会很丑 以前我看这种 类似乳牛色的这种皮椅 在什么车 Lessus的SC430 不过人家是小牛皮的 人家真的是小牛皮的 啊这个是塑胶皮的 哦 不过这个很容易脏啊 我真的觉得 怎么会选这个颜色的呢 你就乖乖的坐车的话 坐黑的就好了 不是很好吗 不是国泰民安风调理顺吗 为什么要弄成这样 看下后车箱 后车箱蛮大的哦 啊这个后灯就是这个 看山小后灯 好那边跟在后面晚上的时候 踩煞车灯的时候 你就觉得看山脚 有没有 那它现在这个 比西煞3配备好啊 嗯 它有 电纹门 可是没有脚踢哦 我有试过没有踢 那它这边有一个 来 BOSE车款就有一个BOSE的重低音在这边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 占用掉的行李箱空间 要把它原本应该可以这样 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更低 那后面配备四颗倒车雷达 双粗尾管 诶 介绍完了 没了 这次有什么好介绍的 肥臀嘛 有没有看到肥臀 胖胖的 厚臀 翘臀整体像是他 整理佛罗培兹啊 诶 是整理佛罗培兹 你刚刚是不是攻击我的村庄 你大老远跑来 就为了说我攻击你的村庄 最近都被那个广告洗脑 最近还有一个广告洗脑 你知道是什么吗 拿很多现金开超跑 你有没有看过 然后戴个墨镜啊 穿个西装 然后这样 这是什么广告 运动赛事分析啊 你没有看过 看看为什么你都没看过 诶 那个TA很准诶 知道你没钱不给你看那种的 你没有看到那个 你真的没看到 还有那个发生车祸 有没有 撞到 听你 不好意思啦 不然这些钱败你啦 就拿一叠一千的给他 哇 你怎么这么有钱 我就都有在算运动赛事分析啊 最后两个讲一讲 我带你来这里录清楚 然后两个人就找 你没有看过 我真的没看过 看这很好笑好不好 啊 试车 我跟你讲 它这个按键都很有质感 你看这就是我常在讲的 慢慢变亮 有没有 而且它这按的是那种 很扎实很有质感的那种 有反馈感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是 有时候坐车讲细节 我觉得这种细节跟什么一样 你在家里做一些厨具有没有 推门啊 推进去是一个有反馈感的 然后它不会空就关回去 它可能会慢慢的这样 缩回去那种 那个五金的质感就差了 所以我觉得造车的工艺也很像 跟人家做房子啊 装潢一样 那讲究细节 那马斯达的车 其实我今天第一次试开到CX30 但是我还没有开之前 我就其实觉得说 应该不会离我的 想像太远 对 它这个auto hold是怎么hold 平车就hold 哦 诶 它是踩重一点 它不是自动的 BMW 我那个是车一顶就数 它这个是踩重一点 所以不错 重的 讚 它仪表设计是这个 一大环 两小环 三环表设计 然后指针我觉得还蛮明确的 中间是时速 左边是转速 右边是这个水温跟油量 所以我觉得还蛮清楚意懂 但是我这样开起来 我觉得它的避震器偏软掉性 舒适型 所以它其实过更动会有一点点余震 它这个很清楚 它想要把它定位成一种 比较舒适的CUV 好 它有车道的偏移警告 没没车啦 我偷偷切开一看 有了 它帮我转方向盘 有没有 它会帮我转 有了 它跟我的BMW一样 我像它BMW 它BMW的精神 有了 有了 有抖 它有抖 我跟你讲 这个抖就是什么 跪的跳弹 它没声音 对啊 它跪的跳弹 它很扎实 在你的手感里面 不是那种 这个开起来的震动的感觉 跟柯道的偏移的辅助的感觉 就跟我那个BMW的质感 差不多 我跟你讲喔 我们不是要讲到好话 我跟你讲 我卖掉了 好不好 不要泡 我卖掉了 我讲到好话没有意义 我们这个人一向是这个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好不好 我们不会贯通 也不会收受任何的贴配备用 当然如果它有 也可以来找我谈一下 我们可以考虑看用什么形式 来配合一下也可以 然后一如往常就是我讲的 自达的引擎 它虽然是用2.0自然气气的引擎 而且它这个引擎很广泛的运用 无论在CX5 CX3 CX30 马3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个车做得漂亮 造车工艺好 有质感的话 其实我觉得引擎 只要这个中规中矩就好 你不用马力很暴力啊 不用说要给我涡轮 有很多的车评说 很可惜 Mazda没有给小排量涡轮 但是我倒觉得 这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像我这种外貌协会 我觉得车开起来好开顺 然后帅 安全 或是安静 因为我要飙车我不会开这个啊 要不然你就出个性能版的给我 马三皇 我要配我就买马三皇就好了 我知道了 马自达现在台湾马达缺什么 缺一个性能版本的车 它虽然车都做得很漂亮 中规中矩 但是现在缺一个性能版本的车 它要有一个精神所在 就像这个Toyota的Sufra 独特有一个ST 真的ST喔 不是LINE喔 你要有一个精神指标在那边 我觉得就OK 那我要中规中矩的车 我买这个 一路往常 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不讲一路往常 它这个当时配六速的手自盘 中规中矩 2.0自然机器 165P 它这个油门 搭配这个变速箱 我跟你讲 很滑顺 运转品质很高 我跟你讲 很多人在买车 你想要买新车 买旧车 你要买一台车 你看了很多数据 哇谁马力大谁马力小 我讲引擎的运转跟变速箱的运转 其实是讲求什么 品质的 细致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V型气缸的引擎 因为它的运转品质很高 不管是噪音啊 震动啊 或是油门反跪回来踏板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非常的舒服 有些车子你发动起来 引擎声音啊 辣辣叫 辣叫 有没有 再加上你如果隔音不好 你在车上你会听得很清楚 那就属于什么 运转品质不好的车 那这个车子搭配这个变速箱 非常的滑顺 滑溜滑溜的 但是 我当然不是拿它跟BMW 比起喔 我觉得F4代的 那个8速手自排的这个变速箱 我觉得还略逊一重 你如果有机会开到这个车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滑溜滑溜的感觉 舒服 路感有一点点摸 不是很明确 家庭盲车 好我只是给你们分享 不要再怕我 车不是给你们配的 好你看像我现在左右 其实它有点虚位 我很喜欢这样试 车子其实没有什么动 这个也是有虚位 所以它的这个 电子方向机的设定 略有不同 我们如果在这个缓慢 我现在缓慢的前进当中 其实我你看我方向盘这样摇 车身是不太动的 很明显嘛 嗯 这个跟我在试Centra的时候 诶别干 你看 你看 对不对 我们讲Centra怎样 对不对 我们讲马自打也是这样 好不好 那只是反映一个现实的状况 不要听到黑影就开枪 现实的状况就是这样 诶 可是这怠速好安静 你稍微很认真很认真的体会 不要讲话 你会觉得有微微的震动感 很微弱 很微弱对不对 很微弱的震动感 不过这个怠速啊 我觉得它的置震啊 隔音真的是有那个水准 然后我们听一下BOSE 隔音有水准就可以听一下BOSE 讚 它只有这个有BOSE的选项啊 你在中央萤幕 你就会有BOSE的氛化器可以选 这个跟那个 有一些Benz用Harmond Kardon HK音响 你看喇叭盖不准啊 因为我没有在卖喇叭盖啊 所以你要怎么判别一台外汇的宾司 它说还有 Harmond Kardon是真的还假的 你就进去它的选单里面 看它的等化器 有没有Harmond Kardon的等化器 那个就才是真正的 Harmond Kardon影响 就算你改了Harmond Kardon的 喇叭 不是喇叭盖 你连里面喇叭真的都换了 问题是你没有 你软体里面没有那个等化器的话 都好 有升级啦 但是感觉就是被淹掉一半的感觉 所以要看等化器 好不好 看小时长姿势 让你每天怎样 换姿势 呵呵 它这个是前麦花城 后面也是扭力量 应该跟这个马三 都是一样的底盘 所以其实它大多数的底盘 零件跟马三有共用 不过我觉得刚刚我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呼应到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它车顶这个用料 蛮普通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上半部更好 而且它这个车它故意 我不知道是故意的 有设计让你听得到一点点排气管的声音 有没有 我油门稍微踩深一点 它会让你听到一点引擎的声音 加速就顺畅了 挺够用的啦 不过的确开起来 因为它的这个车宽比较宽 它的稳定度是真的比CX上好很多 可是CX上开起来比较有流利的感觉 转弯会很轻松很流利 但是这个稍微宽一点 我觉得开起来就会比较稳重一点 然后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这么的灵活的感觉 你看我现在开80、90公里 对不对 放蛮重的 不太晃的 有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而已 没有因为我本来想说它速度越快 应该会越 越转 越转 可是其实也还好 还是虚虚的 来跟车按一下 轻一点 哇它前面有跟车标志 它有一个虚拟100的指针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我现在把它调 有有有有 我现在它调慢 有 有没有 诶 你这上面都有吗 来来来跟大家讲 这个上面横的桥 有没有 这个是要上去雪岁 警察会走在那边拍照 你知道 你被拍过 我没有被拍过 我常看到它在那边 我每天都走 它都在上面这桥上拍照 好不好看小师长知识 各大警察摆摊位置分享 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种社群 也有啊 对啊 各大那个警察摆摊做生意的那个群组分享 有没有 呵呵呵呵 好 那顺便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西沙三菱 2019年的 年底的 这应该是头批第一批的 那因为我们这还很特殊 因为这是透过特殊管道买回来的 500公里 我不知道正常的行情 我跟大家分享 小师购买的金额是85万元 新车109万 我们已经卖掉了 对不对 我们售出的价格是89万8千 嗯 怎样 没有 对啊 诶 怎么那么低 我跟你讲 这对于我们来讲 几乎是没赚 你觉得4万多很多 对不对 扣除掉一些保养费用 然后再扣除掉业务哪种的 小小的几千块钱的微薄的薪水 重要的是 我们增加了90万的营业 如果在年底缴税的时候 再加加加加加加起来 最近引动下去我这车没赚钱 我也不知道我买85万是贵还便宜 我是还没收过啊 我第一次收 我就凭感觉收 我觉得89跟109差20万嘛 那一台跑500公里的车 我会想买 所以我把它买回来 那第二个虽然赚很少 我觉得 但我觉得应该要买更便宜 我觉得应该要在80万到80万直接 比较有利 但是我卖还是要卖到89万 因为这样我才有利润 可是因为我想说急着怎么样 去年估马3的时候 这台车刚上市 19年 已经去年 我遇到这个机会 这个车子 我当然想办法先买回来 拍片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賣出去了 好不好 要再买没有了 因为我也只有这个机会 买到这一台 我觉得拍影片分享的意义 大过于这个赚钱的意义 因为真的 我们这个4万多到年底 中所税 什么引所税弄一弄 政府好像要跟你收钱 我有负 对吧 你也是要老婆的 那其实是没什么赚 但我觉得这个 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记得多帮我们分享 记得订阅 让小思有这个勇气 买更多车 有趣的车 回来跟大家慢慢分享 要记得订阅 真的 这是我们最大的鼓励了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你还能做什么 哈哈哈 不管啊 反正我说 你好好支持一下 订阅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他都说小思 你真的买太贵了 小思 我想网友都很热心 都怕小思买太贵 可是我真的喔 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钱 哈哈哈 人家问我说 你觉得最重要的 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钱 我朋友就说 啊不要 我们不要讲钱嘛 你把钱先放在一边 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被你放在一边的钱 哈哈哈 有没有 该是有多执着喔 好啦 下次见啦 简短的分享一下啦 拜拜 拜拜 珍妮佛罗培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叫翘臀针吗 我不知道 他屁股真的很翘嘛 他的绰号叫翘臀针啊 那那个 蹦中精灵你知道谁 蹦中精灵是谁 克里斯丁啊 你真的不知道喔 真的啊 你真不爽耶 我看我的天不懂 英文歌要听啦 表老师要听那个 臘针妹妹的表情 臘针妹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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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臘针妹的表情